就是現在EV4遇到的幾乎都是這種人 其實都很強啊 不會做那種很白給的事 很少 就算吃了一刀他們也會 走那個最遠路線讓你追 看到大巫有一隻 剛開始就看到人 練他們一手 這個沒電到有點可惜 用沒電到 怎麼也這樣一直被他躲掉 這個人 連我的電都躲 太勇了吧 這位置超難追的 跟你們說 這個位置應該是這張地圖最難追的位置 這個地方 就是你只要靜下心來好好看鬼的動作 再決定要怎麼做 這個地方超難追的 沒有瘋瘡的話 他怎麼會回頭 因為他被我電了很多下 然後他的紅光展開他背後 他好像第一時間沒有捕捉我的位置 就是他沒有捕捉我從哪邊走 所以他走錯地方 那個背後紅光誤導 醫生這個東西很強啊 可以讓紅光展開那個 逃生者身上 這東西很強 人類就很難判斷就是用那個 他會很難用紅光判斷說 你走哪邊 他有事 他也沒 insult 他都搭出了 哈哈哈 是我的木棒 這個木棒敲人感覺沒有很痛,說死話 哇,他猜對了 好猛喔 他沒翻窗戶,死了 這居然來不及,真假 剛剛那個來不及,其實有點驚訝啊,說實話 這個感覺像法式麵包棍嗎? 你說那個法式麵包是很快都是這樣子咖啡色的 然後 然後 好像有一條很長的那個對不對?長長的一條那個對不對? 這裡有人,還有裡面 哇,又是這個地形 欸他們運氣太好了吧,這個地形出了兩個 這個地形真的超煩耶 欸,那個麵包你們吃起來不會覺得很乾嗎? 那個麵包是有什麼特殊的吃法嗎? 就比如說可能要 配著牛奶吃還是怎麼樣的 我吃過很多次那個麵包,我都覺得他好乾喔 吃起來 我按錯鍵 我按錯鍵 搭著又貓 蕎片、沾龍湯或是魔果醬 魔果醬的話 是會有... 可是他感覺還是滿乾的啊 就算魔的果醬 這手好難追喔 每個人都那麼強啊 玉米濃湯好喝 早餐一定要來一碗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好喝 跑太快了嗎 沒有啊 就正常跑出來 只是他們跑的路線都很好 要花很多時間追 很煩 現在EV4遇到的幾乎都是這種人 都很強啊 不會做那種很白給的事 很少 就算吃了一刀他們也會走那個最遠路線讓你追 很痛苦現在 現在玩鬼真的蠻痛苦的 遇到的人都有點太強了 雨 晚上好啊 這位置也是超麻煩的 玩得很好吧 說真的 玩得算很好了 好難追喔 這一隻 好難追喔 這一隻 不用這麼強啦 不用這麼強啦 老哥 這一隻都要花好多時間喔 感覺不能這樣玩 感覺現在EV4的場 好像都要打被動一點 防守一點 讓他們敗給 要不然正常追 要追倒一個人 要花好多時間 那邊應該是要踢掉啦 踢掉比較好 那邊太長了 2v8對腿有力 沒有沒有 是現在EV4的人都很強 那EV4還留下來在玩EV4的都是那種很強的 每一個板子都不會浪費 然後每一個都要繞很多圈 把你繞得頭破且留的 因為技能爆了 技能爆了也是因為他們強啊 有去找啊 然後找得快啊 也是因為他們有好好找啊 這台蠻進度的 我這把根輸了沒兩個 這隻是唯一沒被惡掛的 這隻不要追 想辦法 拖延 不要讓他修 不能追這隻 要追別的 這隻就像真的追到了 頂多他也就是惡掛 要先追別隻 沒甚麼 他搬到了耶,為什麽? 我很早就墊了,因為我知道他是要回來翻這個窗戶的 這隻真的反應有夠快的耶,我感覺不要墊了 墊這位置要墊到他有點難 完啦,騙不到他 這裏為什麽鬼會一直飛起來啊?我踩到哪一顆石頭啊? 你們有看到嗎? 踩到時候飛起來,他也是 他也是踩到然後飛起來 我們就要讓這隻死,這隻是光 抓不完是一定抓不完,但我可以讓這隻死 這隻是認識的嗎? 所以我不曉得了 看起來不像認識的啊 因為一個是韓國名字,其他是日本名字 好像是耶,好像是認識的 哇,這樣子被跑掉了,好扯喔 找到就直接抱他了 找到就直接抱他了 貪心的下場 yes 剛剛那邊 可是剛剛那邊不貪心就只能抓一隻耶 抓一隻也好虧喔 拿心力了啊 沒打針對,然後也沒手撕 每一個都是跟他們正面背頭 還把他們背到三個二掛 不行啊 買幾雞 也沒找到 買一隻 才能做的 買一隻 真的不可以 都知道 怎會 聽到